原姐刚才看过你们家之后 我有两个想法 第一就是太大了好难收拾 就是你自己还得如果住house 你自己真的还是会得修点东西 什么小电器啊什么小电信啊 这搁一块或者搭的啥的是吧 对对对 反正登高爬低这个事是免不了的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游泳池就是一个 就是理想很美好 就是现实很骨感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说肯定是第一要每周花时间 这个避免不了 第二就是一年至少要一千刀的这个花费 而且还是需要你比较了解的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觉得就可以上那个YouTube去看 因为大部分的人 好多YouTube上 就是怎么学习一下 你是经常带朋友看房子是吧 对是的 因为来了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语言不通 然后呢就是希望有真的就在这边有经验的人 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各种问题呀来问我呀 或者是说说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看呀 如果说这个时间可以的话 我也很愿意去看 因为我自己也愿意做这些投资方面的 所以可以了解很多信息 就是中国人就是到了哪儿就是想 首先要看房子 然后喜欢扎堆买房 就是一个人住了之后朋友啊亲戚都喜欢住一块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房嘛 然后好多我的这个朋友也在想问 就首先来问 哎呀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可能不是特别权威 但我们尽量给大家来 请袁姐来给大家好好的解答 解答我们来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问的 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国内买房和国外买房有什么样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当然是这个法律法规程序上会有一些区别 然后再一个就是从经济的这个服务上来说 因为在国内呢 就是每一个经济手上的经济公司手上的房源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人可能他知道这个房源卖得很好的时候 可能很近的一些客户他就会照顾到 那肯定就会有优先权 但是呢 在蒙特利尔在咱们可以说是魁北克省 那么整个经济他都可以查到所有的房源记录 同时他以前的交易记录 还有以前的一些房子情况 所以不存在说有些经济他自己有一些房源 不会给别人看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就是相对是比较公开透明化 什么经济那都能查到房子的各种信息 就是这点可能不太要担心 还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最关心的 就是蒙特利尔房价这几年的走势怎么样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最能够体现这个趋势的 其实是移民政策 如果说移民政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话 没有波动的话 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房价还是会继续走高的 因为呢就是毕竟人来的多了嘛 如果房价说走低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涨幅大概是怎么样的 目前 现在咱们只能说知道的 这个情况就是从16年开始吧 就是略有涨一直到17年到现在已经连续涨了三年了 那么具体的数字就是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感觉就是好的地段至少是平均每年要涨到20%到30%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样的新移民到蒙特利尔之后 您觉得是先租房呢还是先买房呢 如果说你在这边计划是要住到两年以上 那我觉得还是适合要买房的 因为呢你这两年的投入的费用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如果呢你觉得我可能不一定啊 我读这个书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 或者在这边做一些交流学者 可能只有一年的时间或者几个月 那其实你就不一定要买了 那其实还有就是像很多老外他们也是一直租房 就假如说他钱不够或者怎么样 您觉得一直租房在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从长期来说因为加拿大还是一个那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在一个地方或者是被一个什么压力牵制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长期租房 其实说到底还是看个人的选择 对对 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爸妈经常问过我的 就是中国人喜欢住的是哪些区域 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大家住在一块 然后周围中国的餐厅比较多 然后中国的超市比较多 然后这个区域在蒙特利亚 集中在哪些地方 如果说现在在地铁附近 就是我们说的相对比较交通方便呀 上班上学 那么可能NDG是大家的一个首选 但是NDG呢因为它相对也是比较老的区 所以它的房源会比较旧一些 那可能有些Plex或者Condo是五几年六几年的房子 所以有些华人是接受不了的觉得太旧了 那他们可能会选择NHignon附近 因为在这个绿线地铁的这个周边 它交通非常方便 到Downtown呢开车也就是 坐地铁也就是20分钟 所以呢房子又很新 一般在00年以后 有的是13年14年建的 所以这样的公寓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华人是比较聚集的 再一个呢就是学区问题了 就是如果说讲究学区的话 有些人会选择选择三轮号 三轮号区呢它第一是有相对比较好的 离那个私立学校比较近 还有呢就是它同样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 那么如果说想买House的独洞 尤其是独洞的 可能就会选择相对远一点 离Downtown的距离 那么大概开车也就是半个小时 也不是非常的远 就是西岛的这个克克兰 贝肯斯菲尔德 还有呢Lashin区 这三个区呢 其实我认为主要还是学校的问题 因为在Lashin呢 它是有排名 整个魁省排名第一的公立学校 还有排名第三的私立学校 所以呢这个Lashin 主要是一个学区会吸引很多人 但它的缺点也是就是房子比较旧一些 那克克兰呢 和贝肯斯菲尔德呢 相对来讲它的就是小学非常好 然后周边也是有比较好的私立学校 大家开车可能十分钟左右都可以到达 所以家长们就是小家庭们就会选择这边 因为这个House它的居住环境也比较好 好那刚才不停地听您说到这个学区房 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之前在国内也听说 国外好像没有这个学区房的概念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在我们蒙特利尔来说 大家有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 不管中国人和外国人 我觉得还是有的 因为呢那个毕竟就是我们如果在搜房的过程中 你是可以看到就是真正的好的学区 它真的是要比其他地段要贵一些 即便是很老的很旧的房子 只要说它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 它还是卖的很快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老外也是讲学区的 但是就是那整个学区它就官方会有一些排名啊 或者是教育局有什么这样子的排名方式或者这样吗 这个是岛内是有的 我也可以给你看那个相关的网站 但是岛外是不排名的 就是主要是小学 因为呢那个蒙特利尔整个小学 它是做了一个大的排名 这个是一个专门的这个机构去做的 另外呢就是魁省整个魁北克的这个中学 它有一个大排名 大概是460多所的中学 然后整个做一个大排名 就是也是按照比如说教育质量啊 各方面综合因素来排 那政府是有这个倾向来做排名 还是说政府不太鼓励排名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边它不是说特别鼓励说要讲究哪一个学校好 哪一个学校不好 在哪一方面好 哪一方面不好 但是呢可能学校之间也会有一些评估 或者说也是需要对这个教学质量各种有一个把控 整个蒙特利尔您感觉总体的教育教学质量好吗 就是说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区域是否都还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新移民吧 如果说一开始来先需要找一个地方落地 我觉得没有必要追求那个学区问题 因为孩子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去适应的 但是呢如果说你需要找一个地方买房 要长期去住 那么同时要考虑到这个房子保值增值问题 那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的 就是像国内这种比如说三四百万买一个小小的小淡房 这种情况在这会这么夸张吗 没有因为这边租房也是可以拿利子去上学的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想好自己想在哪一个区域居住 那你也可以先选择租房 租房呢你拿的利子去学校去注册 它也是接受的 那说完学区房就国内很多人就是炒学区房 就比如说知道哪里要建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他赶紧一买就是然后再快手的卖掉 然后那在蒙特远有没有像这样类似于 就是我可以快速卖掉变现然后炒房这样的概念 这个我觉得在这边可能不太存在 因为呢就是在这边买房卖房 你的增值部分是要纳税的 除非你是自住 所以如果说你在里面 是很高 对你增值部分要交到50% 所以如果你只是投资 根本就没有在里面居住过 那你是没有办法避免这50%增值税 50%是挺高的 对所以一般人可能不会这么去做 所以政府也在避免大家炒 刻意炒房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选择保值或者增值 但是不可能就是靠炒房来报复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也没有那么快变现吧 我觉得一般那个如果你出售一个房子的这个周期大概也需要两到四个月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很快就赚多少万这个可能在这边是很难的 那蒙特利尔大概的几种房屋的类型有哪些 然后持有的成本大概怎么分布起来 我觉得最大的三类吧 第一类呢肯定是House 因为在这边就是比较普遍 大家家庭居住的这个都比较大一些 那第二种呢就是Plex Plex呢主要是用于投资的 Plex就是 就是里面一个building里面大概有两到四套的那种 小年牌吗 它就叫Plex 它是魁北克一个独特的房型盾 它其实就是其实里面就是condo就是公寓 但是呢它把它做成一个小的house 但是里面是分门那个入户的 就是大家都互相不是不是在一起的 这种房型呢就是有的时候房主是可以住一套 然后剩下的两到三套是出租出去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共管公寓 就是condo了 condo呢它的特点就是因为有物业嘛 有管理 因为大家都居住在一个楼里面 所以来share这些费用 对对所以就有共管的费用 就是叫condo费 那如果说house呢 就是咱们刚才转了一圈也大概看了 那首先你是肯定有地税 学校税这是所有房子要交的 每年的都要交 对对对 那么你因为你是自己住你的财暖 还有你的这个院子是需要自己打理的 如果是冬天的话门前你要安排这个除雪公司来帮你扫雪 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 就是自己去扫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是townhouse就一个车道 那可能你可以自己早上把它扫一扫 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大house双车道的 你早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在一两小时之内走出去 所以一定要找这种柴雪公司 那后院呢你如果有泳池的话 你肯定也要打理它 也要一部分的费用 还有除草 对然后Plex剩下就是Plex和house的共同点就是你要自己维护 你得想清楚就是在选择这些房子的时候就我我有年轻的朋友就是两个人花同样的钱他选择住在那个市区里的小公寓 他就觉得说我打理不起就是我觉得我人生大半部分时间都要给这个房子服务就觉得我是为房子服务不是房子服务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要花一些这个心理 对因为如果你不去做的话这个院子市政会过来罚款 然后他的草长得很高或者说你影响了别人的这个视线和你家不是你院子不是你院子要影响 对但是我觉得像小孩跑来跑去真的也挺开心的对吧有个小区域 对所以就是说适合家庭如果是小两口呢还是公寓比较好我认为就是基本上你花一点抗兜费 别人就会把所有的事都帮你做了你回去打开暖气就可以休息睡觉 Condor费一般大概多少然后耗子大概一年这个比如说地税和这个的比例大概 咱们就是笼统的说吧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Downtown那种豪的这个公寓的话 他的Condor费我觉得应该在200左右 这个呢主要是有一些Condor是包热水的 所以呢他可能价格会高一点 还有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停车位看你房子的这个面积是多少 如果说你是一居室那可能也就150左右 如果你是两居室可能要200左右 那这个还压力不是挺大的 对对如果是Downtown的那些相对比较高端的公寓 那可能最高的可能能达到一个月要有六七百的Condor费 那有跟租房也差不多 对因为啊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会议室啊 就是游泳池啊健身房啊啊他的这些公共设施非常健全 反正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看你有没有 你可以多交点钱 你可以如果你有时间享受这些服务便利是可以的 对对对 House或者这种其他这一类的房子 它的那个每年大概要交多少钱 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中端的中档的这种house的话 它地税学校税一般一年应该在四千多到五千块钱 那么院子的维护可能在一千五到两千块钱 所以呢再加上电费啊电费因为财短是很大一块 所以呢可能这一年下来你要一万刀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费用 但是也不要被吓到 因为因为是说如果第一第一首选是说你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 那么house也是一个最好的投资选择 因为你付出了每年都在网里头投入 这个房子维护的很好 在你可能住了五年八年十年以后你把它卖掉 它增值幅度也是比公寓plex还有这个townhouse要高 也会有人问了就是我是买新房好呢 还是买二手房好 这个你们怎么看 如果是新移民 然后你又是非常喜欢新的 不想要别人住过的房子 那你可以选择新房 因为你可以有一定的退税 如果说你是要买house的话 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二手的 因为全新的house可能基本上会在一些比较偏的地方 就特别远了 对真正成熟的社区 好的学区肯定是要是二手的 没有那种全新的 但是这里面学问就大了 二手的 所以就得好好地研究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房子的之前的状况 对对对 这个就是非常认真的要去查询一下以前的记录 然后还有这个房主声明看他以前发生过哪些问题 包括呢在系统里还可以查到房子以前的交易记录 他是多少钱买多少钱卖的 包括房主是谁 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提前看到房主声明 房主声明里面就会写这个房子目前的这些状态 包括所有机器设备的年线 有没有修复啊 对 房顶有没有地基有没有处理过啊 对对对 那有没有凶杀案这些 对有的有的 都可以看得到 对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到最恶劣的 就是这个房主他也隐瞒 他真的没有写进去 然后政府的记录如果真的也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记录的话 那么真正日后你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追溯这个事情的话 你是可以追溯到20年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 就是说这个房主他在卖我这个房子的时候 没有提到过这个事情 那么我是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的 刚才说到这个二手房 我又想起一个 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站 蒙特利尔鬼屋大全 就是老房子 因为蒙特利尔大家也知道 就是历史比较久远嘛 我们去年才刚刚庆祝过375周年 所以很多房子都是 就是百年老房 就是挺多的 特别是市区 对对对 那你别说这个什么 鬼屋什么 有没有死过人啊 就是这房子有没有大问题啊 这个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您觉得在蒙特利尔老房子 能买吗 敢买吗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房 因为呢 其实有一些房子 这个原房主在里面 维护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可能就是 待会你们也可以看看 我们邻居这个房子 还一根杂草都没有 也就是说包括里外 窗户门 他很检查的很仔细 如果说你碰到一个这样的原房主 那么我觉得这个房子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甚至于可能比新房还要好 因为新房的有些机器设备 他要运转磨合 他可能中间还会产生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是这种二手房 这个房主非常在意他的房子 那我觉得这房子维护的 肯定比新房还好 但是他都比如说 已经好几十年上百年了 这有问题怎么看呢 这个就难免就是 我们要真的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经济 房屋经济 因为房屋经济呢 它是有一些特权的 就是我们说的 首先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他受过专业的培训 那第二呢 他可以进入很多政府网站去查询 如果有人一定想自己买房 也是有渠道可以这样买 对对 也是有自售的房的网站的 包括那个自售的 有些华人也在这个华人的网站上 登自己卖房的信息 包括KGG上也能够看得到 但是这些呢 我觉得你首先要具备两个因素吧 第一个呢 就是你首先先要了解这个流程 就是你对这个买房的流程 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过程中 哪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避免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自己的语言 因为这个合同中签的东西 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你要承担责任的 它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可能 它是一个格式化的 那么大家都是按照这个程序来 只说好 我先可能都不用看 对 就是说好价钱 你没有权利去修改 但是呢 那个加拿大的这种购房合同里面 有很多内容 是你要要求房主去做 如果他不做到 他可能相应的 就是要给你赔偿 或者是说 你可以取交这次购买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这个这些 你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话 那可能你在买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这边对这些 公文类的东西 就是它不是一个形式而已 它是真的有实际的作用 对 大家一定要在上面 做一些详细的约定 那些约定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就是如果你不太懂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找个经济 那怎么找一个靠谱的经济呢 首先呢 我自己是比较主观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自己 就买房嘛 大家还是有自己的喜好的 所以呢 那你当然要有一个沟通的顺畅 如果说这个人让你说话 做事都不很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排除掉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人品 我觉得咱们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谈合约 还是谈买卖 那还有一个人品问题 因为有一些东西 是有擦边球的 就是并不是说严格要这样做 或者那样做 可做可不做 那么如果是相对比较好 经济它会帮你所有东西都查清楚 那比如说在查询房子的过程中 比如说你选定一个区域 你想在这个区域买房 那经济首先要根据你的预算 帮你做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成本 你每年要交掉多少的钱呀 你的这个持有成本是多少 如果说你能够接受的话 那你可能再选择下一步去看房 看房的时候呢 经济也要应该给你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历史记录 比如说它买卖的记录是什么样的 它以前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情况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 它有没有重大的事故呀 里面有没有产生过一些刑事案件 那它要负责任的去帮你查询 它得有经验 而且得特别仔细 对 那么我自己觉得一个小技巧 就是第一 你要看这个经济在你身上花多少时间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嘛 大家都是挣快钱 所以如果这个经济每天它基本上没有给你查询 什么信息 它没有查周边这个这个有什么建筑物啊 它也不去查以前这房子历史记录呀 它也不去看就是周边它最近的交易量 它交易的价格 给你这种相对比较专业的建议 那么它很想在很短的时间让你去买 去赶紧给offer赶紧成交 那我认为这个人还是要怀疑一下的 那刚才回头说到这个下offer 因为一般房主会出个价 然后你的心里还有个价位 那这个在true offer这个谈判技巧 砍价技巧方面有什么样的讲究没有 在这边呢我觉得就是买卖双方是没办法见面的 所以呢可能我们在国内的那些 就是啊你这个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就是叫褒贬是买家 这种方式在这儿是行不通的 所以呢那基本上都是靠双方经济来切磋 或者是联络 有个买方经济还有个卖方经济 对对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溢价的过程中 我认为还是要接受一下就是当地的文化 因为呢中国人是喜欢拦腰一砍 然后抹零头 或者是说四舍五入 极力一点 对对 然后你这个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我要就减几十万砍到二升 可能 我遇到过 但是呢如果说真正对方是个老外 西人 他们出嫁呢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隐虚 对不虚的 他觉得你喜欢我的房子 为什么你要让我捡这么多钱呢 因为喜欢蓝幽 难以理解 然后还有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就是不尊重他了 因为你一下砍十万八万的这样的 他觉得啊我我我一共才卖你多少钱 就是说我是诚意的出这个价 对对对你可能不是特别认真再来买房 所以呢我认为基本上在房价的5%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点不砍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想法 对吧我们毕竟是买家 但是呢如果你砍太多呢 对方会觉得你不认真啊不尊重 所以我我觉得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四五十万的房子我们就砍个两万块钱三万块钱 然后如果说这个二十多三十多万的公月 我们可能砍一万块钱 主要是让它有一个落差嘛 那刚才说了普遍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 就是在买房的这个过程当中 您觉得还有哪些最需要规避的问题 我觉得给大家具体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呢就是在你买房的时候 肯定经济会给你这样一个listing listing呢就是英文它叫listing 但是中文其实就是房屋的介绍 在这个listing上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legal warranty的部分 那么有些房子是without legal warranty 这个warranty的意思是说 房主对你有质量的保证 那么这个质量保证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房主不得隐瞒房子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 包括呢这个设备设施啊 什么时候建的呀 包括它有哪些重大的事故维修呀 包括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刑事案件呀 或者什么等等 如果它隐瞒了 那么只要是带warranty的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影响了房屋的价值 那么你是可以追溯它的这个 这个就去要求它进行赔偿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without legal warranty的房子 那么这个风险是你自己的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两种情况吧 我觉得最好是说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它真的是有质量问题 那么房主会在房主声明上跟你说清楚 就是说我这个地基是有裂缝的 你要不要买 然后你呢还是决定买了 你还是喜欢这套房 那么如果日后你发现这个地基更严重了 甚至于就是它真的变成一个微房了 那因为房主已经给你澄清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是不可以再要求房主进行赔偿的 还有第二种常见的呢 是这个房子是继承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儿子 他继承这套父母的房子 父母去世了 那么他可能在医院呀 或者哪去世了 那这个房子可能近20年 这个儿子都没有在里面居住过 他也不知道 对他也不知道 我这个房子比如说窗户有没有变形啊 地下室有没有漏过水啊 他也不清楚 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你进行varranty 就是我的这个质量保证 那所以这种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然宴房呀 包括房子一些检查要非常 就是就认真了 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 以后要自己承担 然后另外一个相对比较重要呢 这个是我的房子 这个叫certificate of location 就是英文 然后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就是房子的一个测绘证书 它的重要的部分呢 是两个 首先呢 这个它有一个测绘图 测绘图呢 可以标清楚你的房子的方位 还有房子里面的这个大小 所有的这个尺寸都在这儿 对对对 那么这个就是你可以清晰的知道 你这个房子里有多大呀 周边都是什么东西呀 比如说像这个曲线 就是电线的意思 然后同时呢 你还可以看到你的这个sufidude sufidude是法语 它的意思就是说 别人在你的地上的一个使用权 那么会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就是拜尔的网络啊 还有呢 Hydroquibach的电线 哦 对对对 那有使用权 这个是house house比较普遍的就是 在它的外围 有电线 会有电线 这个是肯定的 那包括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 买在地铁周边 我是亲眼见到这种sufidude 就是这个下面是地铁 那么这个sufidude会写说 一旦地铁出现重大事故 我可以去挖你家的院子 然后这张地产测灰证呢 如果是house的话 超过十年 就要重新去申请 可能大概是一千刀 那么所以在出offer的时候呢 最好是要求原房主给你做好 然后并且在过户之前 一定要看到它 因为一旦这个东西有什么 跟以前的这个地产证 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区别又是你无法接受的 那你这个过户就不能完成 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 如果是买condo的话 在这个listing上 是有一个divided undivided 我认为这个也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divided就是我们说的产权 那你是有私人产权的 但是undivided的意思呢 就是集体产权 也就是说你这一个building 在一个楼里面的公寓 可能有十几二十个 甚至于更多 那这些人 他等于贷款 都是绑定在一起的 当你说我想单独卖啊 其实是要整个就是物业 所有的人同意 包括贷款 是要就是特殊贷款的 目前我知道就只有 Dajadan去做 别的所有银行都不做 这个undivided贷款 嗯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了 那总体看来 七七八八 要注意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那您看来就是在买房 包括您像这么多人介绍之后 有什么样的心得的总结 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觉得呢 大家肯定是需要 第一要实惠 不能自己多花钱 第二呢 就是大家呢 要买一个非常满意的房子 因为即便便宜 也不可能说买一个不满意的 那么长期来说呢 要有一些投资保值的这个作用 所以那综合这三点来说呢 我觉得第一 如果你确实语言非常好 然后你在这边又居住了一段时间 你自己对这些市场比较了解 你想自己花钱去买 不想找经济 那么可能你就要比较注意这个合同 嗯 要注意这个房子的 查询它的历史记录 还有这个合同 嗯 如果说啊 你比较信任这个经济 你自己也有比较好的朋友介绍 包括你磨合的也不错 那么可能你需要要求经济 给你出示这些历史记录 还有这个房子的一些 七七八八的一些其他情况 同时呢 经济的优势就是 它可以还可以帮你查询 最近的这个交易记录 最重要的呢 是厌房 有些人可能觉得公寓特别新 嗯 就不要厌房了 但是呢 我觉得house和公寓 一定都是建议要做厌房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是留一个自己的证据 嗯 就是上一个双保险 如果这个公寓 或者这个house 它的里面 确实有一些什么东西 是原房主掩盖了 嗯 掩盖了 那么你当时发现不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厌房师 他当时会拍照记录 把你房子里所有的状态 都在那个时间给你留个底 那日后不管三五年以后 你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你是可以拿这个文件 作为证据来说话的 然后呢 就是最后交易之前呢 我建议就是在进房子里面 去检查一遍 嗯 因为呢 有些咱们大部分的卖家 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也避免不了 有些人他搬家的时候 弄得很脏 或者把地板滑阔了 或者有些东西给你搬了位置 或者是损坏了 那么在过户的前几天 建议还是去做一个检查 如果说你发现 确实有很多东西 有问题的情况下 你可以严厉的要求买家 卖家帮你修复或者是赔钱 对 否则的话你可以说我不过户 然后尤其是包括这个地板的 这个墙面的这种损伤 因为在合同中有一条约定 但是可能华人大部分不去跃动合同 就是他要求房主必须在交房时间 和你看房时的状态是一致的 是一样的 业房的那个时候 对对 所以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相对比较好 经济呢 就是这样 首先他一定要陪同你去看房 然后同时他肯定要记录 那是哪一天 就是说 如果出现真的是 这个房子有一些大的变动 那么他是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谢谢今天我们谈了那么多 但其实还是会免不了 就是如果你具体买的时候 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情况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们留言 如果有什么要问袁姐的 也可以都在下面留言 好 谢谢 不是留言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有什么要问袁姐的 都可以欢迎提问 好了 拜拜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